长篇玄幻小说万古至尊 作者太一生水 此刻李云霄处在一片阳光明媚的山谷之中 百花盛开灵气四溢说不出的舒畅 在山谷的一面峭壁上明刻着几行大字 摘十朵二极灵草便可进入下层 错一次则传颂出局 李云霄哑然失笑 这考验的是最为基础的辨识能力 准确无误的识别二极灵草 这是成熟的一阶数炼师所具备的技能 崔伯说每一层代表一阶的数炼等级 看来还是极有道理的 他随手采摘了十朵二极灵草 顿时天空一变 所有百花全部消失 自己已经回到了树塔之内 身上泛起了一层轻微的光芒来 缓缓升起 直接提高了一个层级 此刻所有人都已经进入到了二层以上 他算是慢的了 抬头望去 最先的几人甚至已经冲到了四五层 可不及他细看 刚上升到第二层 眼前的景色再次变化起来 又是一个新的场景 竟然是在一片树林的泥沼之内 树塔之中涌入了上百人之多 密密麻麻的显得有些拥挤 只不过每个人都是被进行单独的考验 互不影响 树塔之外不断的有低声细语 但总体上显得十分宁静 大家的目光都汇聚在这塔上 塔身在这一刻竟然显得半透明起来 从外面竟然可以穿透的看进去 观察每一位参赛者的情况 罗英开口笑道 里面开始了 我们也开始吧 他的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露出会心的笑意来 崔伯笑道 今年夺冠的人选的确是不好猜啊 每一个人都是实力惊人 这个盘口本身就极具难度 罗英笑道 有何难知 按投注笔来定就可以了 十亿中品原始为一注 胜者按照注数瓜分赌注便是 崔伯略一沉思点头道 此法的确不错 他双手飞快的掐绝起来 在树塔的旁边幻化出一块 如木布一样的水木 逐渐的扩大 随后他的食指飞快的轻点 水木上开始出现一个个的人名来 正是七大商会的参赛者人 冠军目标锁定在这七人当中 谁也没有意见 即便爆冷门也绝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 但崔伯还是说道 下注其余之人也可以 自己把名字写上去 再放原石就好了 狄长老 你负责统计吧 狄声话黑黑一笑 便出列来守护在那水木之下 这一下众人都是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各自讨论不已 对于这七人的实力 的确都如同迷雾一般 别说大家不了解 就是七大商会之间 对于彼此参赛之人的底细 也是非常模糊的 罗英微微一笑说道 我压两柱唐星公子 压两柱李云霄 压三柱萧景宁 他随手一扔 便几个除袋飞了过去 狄声话接下之后 检查了一下 便将罗英的名字 打入水木之上 并且标明了压柱对象和柱马 哇啦 有他开了这个头 顿时引起了各种猜测和疑惑 罗英竟然压了两柱李云霄 难以理解呀 难道传闻李云霄是八阶数炼师 是真的 扯淡 他要是八阶 这个数决 决个屁呀 罗大人早就全部家当压他了 要知道这个时候 能报冷门营的话 赚得原石 足可以自己开一家不小的商会了 嗯 有道理 但是还是要提防报这个冷门 他压唐欣和萧锦明都能理解 唯独这个有点问题 不如跟着罗大人压吧 估计有的赚 跟着压 你压有多少钱呢 一注可就是十亿呀 罗英的柱马配置引起不小的议论 但大家都还是持观望态度 天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再加码改变配置比例 人家的财力那是不可估量的 贸然跟上去 怕输得晚上啪啪啪的钱都没了 崔伯 哑然笑道 看来罗门主对唐欣并没有信心呢 罗英淡淡地笑道 先压点底筹 你怎么知道我后面不会加码 暂时观望一下再说 我对这三个人都是非常看好的 崔伯点头道 不错 每个人的实力都不俗 的确有些难以抉择 下注的结束时间 就在有第一个人冲到第六层为止 我先给我的儿子压三住再说吧 他也随即扔了一个储物袋过去 每次双绝石的原始赌注加起来 是异常惊人的 甚至堪比那些中大型商会一年的收入了 若是能报冷门 那所赚的钱估计都不敢去领 怕招来杀身之祸 那些小商会都是期望大赚一笔 但也千万别太多 全民沉思了一下说道 石柱 萧景明 哇 全民的柱马再次引爆了众人的猜测 因为此地对萧景明实力最了解的 就应该是他了 而且大家也知道 曼多商会和刀剑宗联姻的条件 必须是取得最终第一名 那么双绝的成绩都不能差 甚至都要在前列才有指望 那么派出来的人岂会差呢 他这一下注立即引得不少跟风盘 萧景明下面的柱马立即攀升到了三十多柱 大家虽然精神上都支持商蒙俊燕获胜 但下注的时候还是理智占了上风 一群没骨气的东西 敬压外人 钱无敌冷冷的哼了一下 毫不掩饰的露出了不屑和鄙视来 一个储物袋也扔了出去 我压石柱李云霄 来了 一下子又晕倒了一片 张崇也是满脸黑线 善善的说道 公子 你 你不看好自家人吗 钱无敌眉头一皱 只要是商蒙之人 就是自家人 我当然是看好南门青夜 不过 我更看好李云霄 在商蒙诸人里 怕只有他和唐杰对李云霄的理解最多 也最为知道李云霄的恐怖 在众人都一阵无语的时候 唐杰也突然开口道 我压二十柱李云霄 这一下就不是晕倒了 而是所有人都脸色微变起来 虽然七大商会之人财力无穷 但也绝不是这么玩的 一些精明之人立即制止了自己下注的冲动 静等进一步的结果 钱无敌脸色微变 冷冷地盯着唐杰哼道 我在家识住 李云霄 两个人之间似乎擦出了火花来 双目对视之下浮现出道道冷意 张崇满脸大汗 公子 这么支持外人不好吧 怎么着也下几柱自己人才是 他看了一眼树塔 你看 南门星夜已经到了第四层 位居第三呢 钱无敌淡淡地说道 我精神上支持南门星夜就好了 我也相信他一定能赢的 但是下注还是下李云霄吧 有了钱无敌这一下 下注南门星夜的人一直到结尾都只有两柱 其中一柱还是张崇下的 另一柱是巴望着爆冷门之人 一群无知的小辈 我就等着看你们陪的哭 须丹河 讥讽的声音响起 一脸的不屑之色 他对李云霄的痛恨已经到了 你死我亡的程度了 唐杰冷冷地一笑 哼道 老婆婆 你怎么不下注同修啊 难道是要等到最后一秒下注 免得有人跟风 徐丹河 最恨人家讥讽他老 气得脸色铁青 哼道 没教养的小子 同修原本拿第一室友把握的 若非崔家小子插手 让李云霄偷袭了一下 使得此刻有伤在身 我就是压他全部家当 也是很放心的 切 四周不屑的冷坑之声 纷纷响起 同修成了继南门新叶之外的 第二个倒霉蛋 一直到最后也没有一注 就连投机客都没有 死老太婆 看着大家对云绍如此有信心 那内心的度火呀 烧着烧着 又老了几百岁 好连少皇大笑道 我压云绍一百五十注 这一下大手笔 让所有人都猛吸了一口冷气 骇然相望 一百五十注筹码 那可是足足一千五百亿中品原石 绝不是试探性的下注 这绝对是轻力一注了 若非有十足的自信把握 绝不会如此大胆 这些钱也是天元商会 目前拿得出来的大部分原石了 正好凑了一个整数 崔伯也呆滞了一下苦笑道 一千五百亿 灵儿小姐真是女中豪杰 这等手笔竟然丝毫不眨眼 丁灵儿淡淡一笑 有大赚的好事 为何不做 云绍夺得第一 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百分之百 绝无意外 他说的斩钉截铁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和幸福的目光 所有男人都看得内心一阵发酸 此生能有这般红颜知己 当是死而无憾了 水落烟的目光透露过来 眼中闪烁着一道冰冷的神色 还夹着丝丝怒火 他发现看着丁灵儿越幸福 他就越不舒服 我压萧锦明二十柱 他的话虽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但更多的还是震惊在那 一百五十柱的手笔里 回不过神来 丁灵儿的目光 微微地瞥向了他 嘴角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来 便不再看着他了 水落烟猛然间心中 生出一股无名的怒火来 好似被挑衅了一般 而且 他的二十柱筹码 在对方一百五十柱面前 显得如此寒酸无力 即便如此 也已经是他能够动用的 全部资金了 他内心疯狂地呐喊道 丁灵儿 你挡着 等我成了刀剑宗的少夫人 我一定要你好看